HELLO,潛潛,HELLO,我是BIO 今天要跟潛潛一起來跟大家開箱這台他的新推車 這台是Juice Air 為什麼會想要買一台新的推車? 因為之前我們是買Combi的推車,它是兩折 雖然它很新,可是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買一台就是三折的推車 然後我找了非常非常久 最後我選的是這台Juice Air 它是荷蘭的品牌 那因為我們住公寓嘛 所以如果要換新的推車,我的條件最主要呢 就是一定要在6公斤以下 因為其實推車6公斤以下是沒有那種三折的 都是6公斤以上 那我找到這台最輕的就是6公斤 算是市面上三折推車裡面非常非常的輕 希望它是穩固好推 另外呢最重要最重要一點就是它一定要單手可以收盒 因為這點很重要,我們平常都要抱小孩 那如果沒有辦法單手收整的車真的很不方便 其實我們也去門市看了非常非常多台車 那網路上我也做了很多功課 其實符合我的條件,說真的沒有那麼多 真的可以單手收盒很好收,很好開的呢 沒有很多台 最後我選了這一台 其實淺淺也去做過她非常的喜歡 那我們今天收到就來開箱 開箱 那這個牌子呢他們其實很講求環保 所以到時候這個箱子其實可以拿來做成玩具 你看它這邊有一些線 如果你把這些線割開 然後插在這個箱子上它就會變成一台小飛機 打開就是這一台推車 完全不用組裝超方便 它就是一台在這裡 裡面這個就是它的收納袋 這個裡面還有它的雨罩 這個你拿著 裡面還有一個是推車手把 這個是要加購的 這個推車手把就是可以讓它浮 那如果沒有也可以 它收起來非常的俐落 不像有些車呢 可能一些雨罩會碰到地板上 這台完全不會 給你們看一下 這台收起來就是這樣 非常的乾淨俐落 然後它有一個繩子 有這個繩子超棒 它就可以兼胚 因為一般呢 大部分這種三折車 它並沒有附贈這個繩子 你就要用手去拿 那這台它就是 這邊可以手拿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這邊兼胚 你看 非常方便 你很急對不對 急它上去對不對 好我現在直接把這個車打開 讓它坐 這樣就開了 它這邊扣環呢 你就是上下拉 這邊可以調整你要的高度 所以如果你的小片比較矮的話 往下 這邊就可以往下調 那現在它比較高 這邊可以往上 然後呢 它這邊一樣就是 調整它的拉環 它是五點式的扣帶 那這五點式的扣帶呢 它不用像其他人一樣 其他家的推車 大部分都是你要把兩個先扣在一起 才能一起扣進去 他們家是分開扣 我覺得這點比較好 有時候我們之前這樣子扣 在那邊合起來的時候都扣不好 那這樣它分開扣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它是一點按開一按就開了 所以這個很方便 你也可以只扣下面 那這台車呢 質感超好 有三個顏色 有綠色灰色跟黑色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黑色 所以我選的是黑色 它這邊手把是皮質的手把 它整個質感超好 它的設計很簡約很俐落 就是沒有像其他有些推車 它可能有很多 就是看起來很複雜的那種肝骨設計 這台沒有 它的遮陽罩遮雨罩打開大概是這樣 然後可以再往前延伸 這邊有一個拉鍊把它打開 往前延伸大概是 其實遮的還蠻多 如果是以三則車來說 這樣遮的算是蠻多的 它的罩子本身呢 是有遮陽抗UV還有防潑水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還蠻好的 有一個網格 你可以從上面去看Baby 然後整個也會比較透氣 那如果說你覺得像這樣子呢 比較沒有安全感的話 你也可以加購它的扶手 好這樣的話呢 就有扶手可以用 就會感覺比較有安全感 它的坐墊呢 都是有記憶海綿的 所以坐起來很舒服 它不只很寬敞 它可以一路坐到大概22公斤左右 所以大概四五歲的小朋友 應該都還是可以坐 再來看看它的背面 它的背面呢 是沒有辦法平躺 這是我覺得比較大的缺點 它調整的方式是用這邊 你就是如果想要再低一點 就這樣子調 然後如果你要高一點的話呢 就是這邊可以把它拉高 它這個好處是一般的推車 都是有段式的往後躺 那它是無段式的 所以你想要多低或多高 用這個方式去調整 不過呢 它就是沒有辦法到平躺 它背後看起來的設計 就非常的俐落 不像有些推車 就是因為後面段式 可以一直這樣變來變去 所以有些看起來會很凌亂 它完全不會 另外呢 它推車下面的置物欄空間還蠻大的 可以放五公斤左右 這是它上學的包包 那我就把它直接放進去 還蠻大的 你看就直接整個包包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它們置物空間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呢 這一台車它是一鍵煞車 所以如果你要煞車的話 就是往下一按 腳一踩非常的方便 如果不要煞車的話 就是直接把它這樣子往上推一下 這一台非常非常的好推 它不管是實質路 還是上下接都非常的好推 它的槓桿原理我覺得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說你要是往上接的話 你就是往後這樣一台 它就可以往上 你不需要腳在後面一直用力的踩 它就是往上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很方便 它的輪子不只好推以外 它前輪就是有360度 這邊看得到嗎 360度都可以轉 那如果說你要定向的話呢 它後面有一個按鈕 你只要往下按 它就定向 它就沒辦法360度轉了 再來呢 它的避震效果非常非常好 它前後輪都有做避震 那在實質路上推的時候 我覺得完全不會不好推 就是推起來還算蠻順的 那這台Juice Air呢 它就是從6個月可以開始做到22公斤左右 如果你是新生兒就要開始做的話 它們家這台推車可以加購它們的提籃 那如果說是提籃的話 你們開車就很方便 就不用再另外買那種新生兒的器材 你又幹什麼 你又要吃 這台推車我真的很喜歡 唯一我覺得就是有一些它的小缺點呢 就是第一個它不能從新生兒開始用 你就是要加購提籃 第二個呢它沒有辦法平躺 不過呢不能平躺這一點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前年出門幾乎沒有在平躺 它都是坐高高的 它比較喜歡這樣看東看西 另外呢就是像這種三折推車 它就比較沒有辦法雙向 它就只能單向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它單價是比較高的 不過它質感真的很好 所以一萬多塊我覺得是還算值得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給你們開箱介紹這一台Juice Air三折推車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喜歡的話幫我按個like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跟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掰掰你要說啊